朋友们好,快来看看野猪和花猪收集的最新资讯吧 这里先祝所有点赞、投币、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图上这些角色和专务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有原神问题可以私信问我 首先是原神官方非常贴心的上线了一个七圣召唤专项功能 无论电脑还是一栋端 只需要打开官网或者米游社就能看到了 里面包含了所有卡牌的介绍和玩法攻略 新手朋友可以在里面查看各种配对体系 每个队伍的玩法 手牌搭配 又缺点都有非常清楚的介绍说明 可以让大家第一时间上手 选择适合自己的牌组搭战四方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 接着是国外玩家对七圣召唤的评论 卡牌游戏全部免费太厉害了 看来日本玩家确实被课金手游支配的太深了 这位应该还没有连机对战过 卡牌游戏最有意思的是人和人的对战 七圣召唤是会持续更新的 这个请大家放心 至于能不能做成电竞项目估计是有可能的 讨论比较多的是希望七圣召唤的卡牌可以实体化 做成实体卡的话 如果限量那肯定抢不到啊 要是真的出一套实体卡 然后限量的话 收集一整套 给其他原神玩家看看 那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这是国外玩家自己做的实体卡 官方不出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制作的还是挺不错的 确实让人羡慕啊 然后是很多朋友在讨论 现在哪一个卡组是最强的 总之婆说婆友里 公说公友里 都觉得自己用的是最强的 还有哪一张手牌是最强的 这个讨论最激烈了 一方选择凯瑟林 一方选择派蒙 大家觉得是哪一张最强 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游戏一定要适量 以快乐为主 千万不要影响了自己现实生活 不要沉迷打牌 一打就是一个通宵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哎呀真的是 睡觉前就想再赢一把 赢一把赢一把 结果就打了好多把 尤其是学生党朋友 千万千万要注意时间 最后祝所有点赞 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每天都会分享 各种原始活动资讯攻略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 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